頭黑我三秒鐘 嗨好 大家好 我是就像剛剛月亮介紹一樣 我是這間店叫樂氣球的老闆 對 然後我 這個是不是要把它弄掉啊 對 然後我有三間店 樂氣球開了兩間 然後有一間叫派樂地 是另外一間 然後我們是共同創辦人 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創立這三間店 那我叫張雲松 那大家可以叫我張魚哥 店裡的客人都這樣叫我 就會唸很快 張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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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雲哥 對 好 所以大家可以這樣 那這是我們基隆那邊的一家店的外觀 就是他從一樓 從二樓拍上去的樣子 對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我們樂氣球整個創辦過程 就從我畢業當完兵 兩年來 對 就是曾開這三家店 我的一些心路歷程 跟我覺得 我想要帶給 透過這三家店 帶給大家的東西 對 那簡單一句話來講的話 就是給世界更多的笑聲 對 那這是我這兩年來 在店裡面 顧店跟我去外面拓點 對 談業務 有很深的心得這樣 那很謝謝就是月亮跟阿楓 這兩個焦點的創辦人我都認識 他們常來我的店裡 對 每次來都不是什麼好事 對 大家都支持焦點 焦點真的是一個很好活動 那他們每次來我都感受到他們辦焦點的熱誠 對 那隨便幫他們宣傳一下 那先要講熱氣球 為什麼要做這一個行業之前呢 可能要先講一下我個人的背景 那我一樣也是 要講背景先不講台大 我是師大附中畢業的 因為為什麼要講師大附中 就是因為 因為附中人都很愛附中 所以我覺得附中影響我這一生 很多很多 遠比我在台大還要多 所以我要從師大附中開始講起 好 附中人真的很愛附中 對 那附中標榜的一件事情 就是能K能玩 對 就是我們就是要很會念書 又很會玩 對 所以這是 我自己給我自己一直以來期許 所以我會開這種很在玩的店 也是因為 就是我一直希望自己很在做事之餘 也可以保持一個 呃 同心 就是玩樂的同心 對 那我申請入學進台大經濟系 那因為申請入學的關係 所以我就做了畢武跟畢典 那這東西也影響我未來很多很多 那在2010年的時候呢 我從那個台大畢業 然後帶著一個學程 一次的書卷獎 然後還有一個社團 就是戲學會 跟很多段的感情 然後從這個學校畢業這樣子 對 就是一個平凡的大學生活 對 就是 我也是創意創業學成 剛剛有聽到一個人說 他創意創業學成 我是第一屆的 對 那書卷獎 就是覺得大學一定要拿是書卷 然後就很拼人念了一學期 對 然後參加戲學會 然後交了蠻多次女朋友 對 然後在2011年 就是他剛剛月亮講的 我心服官退伍 然後我是政戰官 那我在花蓮監獄當兵 那在這一段過程中 其實當兵的過程對我影響 也是非常大 就是我覺得 我看到了這個社會上 不太一樣面向的事情 那也進而讓我更艱深了 我想要創業的想法 所以我在過了四個月之後 就在基隆開了第一間店 那我不是基隆人 那我開店的地方 我這輩子在開店之前沒去過 我為什麼選在那邊開店呢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慢慢分享 有一些原因 簡單來講 我只去過基隆五次這一生 我現在總共去過他150次吧 大概只有五次是在開店前 剩下145次都是開店後續的 然後再來過了十一個月之後公館 就這間店 這個開幕 然後過了八個月 就是在東區宗教敦化在那邊 我們的另外一個品牌叫做派樂D 就在那邊開幕 所以我目前就是有三間門市 然後最後都有請我們的夥伴一起幫忙 就是看館這樣子 好 那我在做的事情呢 有人說我們是桌遊店 桌遊店就是像這樣子 一三五好友跑過來玩一些遊戲 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那他們會玩的遊戲呢 很多種 有很心機的遊戲 有很歡樂的遊戲 有很快樂的遊戲 就像這裡 我原本想要拿一些桌遊圖 但是我覺得我這邊這麼多桌遊 我還要拿桌遊圖 好像有點羞辱我自己 反正就在這裡 大家就結束的時候 可以直接來看實體的 不用看照片 這些圖就是桌上遊戲 那他們大家 這些遊戲就是 像以前我們玩大夫翁 如果大家不知道 現在還越來越紅了 應該就越多人知道 你來玩大夫翁 那塞塞子走格子 那很基本嘛 現在就是越來越多種 就是你看 這些東西都跟大夫翁看起來很不一樣 那就是新時代桌遊 都從國外引進來的 對 這張只是為了 單純想放個正妹圖 吸引一下大家目光 好 這是桌遊 那大家覺得我是賣桌遊的 就是我是賣桌遊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可以玩的 但其實我不這樣認為 有些人覺得我是做空間的 就是我就是租一個場地 然後給大家那邊玩遊戲 但其實我也不這樣認為我自己 我把我自己定義成 我就是 給你賣 我賣心情的 就是來這裡 就是希望你們很開心 你不玩桌遊沒關係 你來參加焦點 只要能夠很開心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但如果你今天來這邊不開心 那就跟我們 想要傳達給大家 形象不同 所以我希望大家來到這裡 對我們整個店的印象 對我們整個在這裡的體驗 都是一個開心的心情 對這是我一直想要傳達給大家的 尤其現代人大家生活這麼苦悶 對 所以我希望每個人從熱氣球走出去的時候 就是嘴角都是上揚的 不要就是死板著臉這樣子 好 那我講一下我創業的歷程 我一開始在基隆開店 那我剛剛說我是師大附中畢業 那我說我在B5畢年學到很多 就是因為我學到裝潢技巧 在場看到所有的油漆 水電 燈泡 然後牆壁的粉刷 劈土地板鋪設 那些架起來 台子跟桌子椅子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 對 就是所有東西都自己來 然後桌子看起來就是手座 你覺得在外面買得到這種椅子嗎 就是看起來很奇怪 打開裡面還是木頭製的 對就是因為是自己做的 那基隆店也是一樣 那時候是長這樣子 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就自己做 然後就把它慢慢改變 然後桌子椅子自己叮 這樣子 然後就是做出一個很簡陋的感覺 那為什麼會在基隆選擇 當然就是第一個成本的考量 你在台北隨隨便便一些店面 五萬十萬跑不掉 那基隆可能就少一個零之類的 對 所以就是成本就是低很多 第一個低很多 再來第二個 就是我們是基隆第一間店 沒有任何競爭者 所以我們去那邊就是覺得 然後一開始很鬧嘛 很害怕 就像剛剛 跟玉珍講 就是我們要try an error 就試試看 不要怕要有成功的勇氣 但是不要怕跌倒 那我們就不怕跌倒 因為我們 就是在一個成本低的地方 跌倒了也不會很痛 對 所以我是給這樣子的精態去基隆的 那在基隆 營運得還不錯之後 就是靠著我當兵存的那筆錢 然後賺到了第二桶金 不是第二桶金嗎 就是很小一桶 很不太大桶 但是就是購開第二間店的時候 我就回來我的母校旁邊 就希望深入這個大戰場 公館這邊就是桌遊店最密集的地方 全台灣最密集的地方 我從一個完全沒有桌遊店的地方 回來這個最密集的地方 就是希望 也是一樣try an error 試試看我的模式 到底在這個地方 run不run下去 如果run不下去 那我也沒有辦法繼續生存吧 如果我的目標是可以 繼續營運下去的話 也是一樣 一開始就是 沒什麼東西 就慢慢改裝這樣子 變成這樣 然後給大家看一些照片 那當然店弄好之後 怎麼樣吸引客人來這些 就是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跨年的時候 大家在跨年 這邊有六十幾個人 就是在這間這麼小的屋子裡面 不知道大家在想什麼 跑好的跨年跑到這裡來 就是我們也是六十幾個人 大家看那個煙火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派樂地 派樂地就是我們第三間店 那我們也是想要做出一些不同的嘗試 就是有一點 因為玩遊戲嘛 就是為什麼派樂地比較熱氣球 就是我們品牌做出一點區隔 因為我不希望大家 熱氣球給大家感覺就是一個歡樂開心 然後娛樂的空間 然後每天在這邊就是很很輕鬆 就只好想怎麼玩就好 可是在派樂地我們做一點 就是有點會議啊 有點包場的形式進去 那就不單單只有玩遊戲 所以我們就把名字改掉 那在這裡呢 就是你可以很安靜的看臉書啊 喝杯飲料 對就像咖啡廳一樣 或是就是你可以 旁邊當然也是可以玩桌遊 但我們可能有個隔間 你看這邊有個隔間 就是你可以在外面 旁邊是一個會議室 然後這邊就是玩遊戲的地方 對 那就是在裝潢上 我們就是做一些改善 就是不像這裡是一個完整的空間 對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創業很重要 就像 Try and Error 真的大家都想到 我沒有超他的 但真的是這樣子 好就是你一直嘗試不同的轉換 你每一間店的時候 你就是做一點加法 做一點減法 你原本有學生 你現在可能不做學生 原本有學生 改成再多做點商圈 原本做商圈跟學生之後 你可能覺得 在做一點減法 我回來做上班 逐個住宅區 每一次在運行的過程中 你都是做不同的嘗試 那也是一樣不同的服務 原本只做桌遊 後來我們覺得 玩遊戲其實重點不在遊戲 而在於人與人之間交流 那我們做聚會 那再來我們可能覺得說 除了做聚會以外 更大型的聚會 其實就像這種活動 我們這是一個很大的活動 三四二三十個人聚會 那就是包場 那再來我們也可以做餐飲 就是我們也是在做不同的服務嘗試 不同的品牌 就是如果你的服務有很明顯的區隔 價位有很明顯的區隔 你的品牌形象很明顯的區隔 那你可能就要做不一樣的品牌 對 那我可以在這邊提供給大家 就是 就因為我還是要打個 不是打個廣告 就是我覺得我可以在這邊 share一些 除了我自己的經驗之外 我可以share一些別的東西 給你們 就是我的空間 就是你如果想來辦活動 付費空間 像他們在這邊辦活動 都殺到我見血 殺價殺到見血 對然後呢 或是免費的 我們如果你今天有能力 你可以跟我換空間 你今天有設計 coding行銷 任何能力 你再跟我講 我免費空間都跟你建議用 也沒有關係 對我覺得這我們 很可以接受 好那合作呢 就像有鄉民卡 死我部落 活動通 還有庫集點 焦點 這些都有跟我們合作 這些空間使用 那 異業結盟 就是有聯誼啊 課程 遊戲開發 其實你只要想得到 跟場地有關係的事情 或是你想得到 跟娛樂產業有關係的事情 基本上 都可以來找我 那 不然就隨便聊聊 聊聊創業聊天 好真的 我超過時間了 好那我可以 給你 我可以 你可以幫助我的就是 來一個 我來玩個桌遊嘛 支持一下 包廠辦活動 殺價不要殺害兇 隨性聊一聊 我們激發一些彼此的想法 分享你的故事 我很喜歡交朋友 大家可以來跟我交朋友 好 現在QA時間 差一點點 好 請說 你說你之前在當兵的時候 是當幸福官 對 那你在當幸福官的過程當中 有激發出 你想要創業這個舉動 那我想請問 到底是哪些事 或是哪些故事 會激發出 你這樣想 好 這我上次講過 所以我剛剛沒有想要講 再提一下 我上次當幸福官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看到很多人 我看到殺人 換火人 我看到強奸強盜的人 我看到逃兵 酒駕人 這些都是你可能這輩子都沒有遇到過的人 那有些人在監獄裡 關了二三十年 年紀又比我們大 他當兵一進去就關到現在 二十八歲進去 關到四十歲 還沒出來 那這些人呢 他的經歷 他的人生經歷 他的很多想法 跟他的思考邏輯 都跟我們不一樣 那我沒有覺得這有對或錯 有時候我們生長在這個環境 我們已經很習慣 彼此之間的邏輯跟思考方式 我沒有覺得那是對還是錯 可是我很enjoy 就是跟這些人交流 我們彼此的經歷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一直能夠 一直陷在同一個環境裡面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上市了 去跟這些人交流 這些經歷的機會 假設我今天就在一個公司上班 我的人可能是同事 我可能是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喜歡這個感覺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如果都跟同一群人每天相處 同一個階層 同一個level 每天這樣相處 我是不是就 對 不是同化 就是我沒有辦法碰撞出 我自己喜歡的那個部分 那就像焦點 他提供一個場地 跟大家 大家彼此分享自己的想法一樣 那我也是希望 利用創業 我可以有個能力 是我可以 跟其他人去接觸 好當然 一方面是我這個管道 可以跟大家接觸 就是我今天創業 遇到不同客人 遇到不同的族群 那另外一方面是 就是我有這個能力 我就不只是 可能要待在同一個產業 在同一個公司 我可能可以 延伸到別的地方去 就像我現在做桌遊 可是我不一定 一輩子都做桌遊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喜歡我培養的是一個 解決問題的這樣一個能力 就是可以 可以為自己帶來一些 的這個 的行動的作為 然後我就是 從現在開始培養 我覺得創業對我來講 是最好的選擇 簡單一點就是為自己的生命 帶來一個更新的 但是目標就是為了 有更 就是跟這些人多做接觸 目標就是可以 但這個生活體驗更完美 我想問一下 你會想要創業之後 想要蠻開心這件事情 蠻開心這件事情 就是 我覺得 其實你們有回去看很多事情 就是當下抉擇的時候 好像沒有這麼簡單 就是說因為我幹嘛 就決定要幹嘛 我覺得這都是事後回來看 那我現在回來看 我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當初會做這個決定 如果真的要我講 一個很關鍵的決定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我很窮 那我很窮的情況下 我剛剛講我想要創業 我真的很想創業 我從大學就 就開公司 我大三的時候就 就成立公司 然後就做行銷 做廣告 然後 然後賺了一點錢 但是大家你知道 學生時代的創業就是這樣子 賺了一點錢 就是大家心滿意足 有些人畢業之後 就是也沒有想要去走這一行 就會離開 那我們 那時候也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 畢業之後 我很懷念那個 那個感覺 我想要再回到那個時候的時候 我想說那我要怎麼做 我要做什麼 我經濟系畢業 你覺得經濟系畢業 可以開銀行嗎 應該是不能 就是我應該是開不了銀行 對不對 如果可以開銀行的話 我可能就開銀行啦 銀行那麼賺 沒辦法開銀行嗎 那我就想說 那不能開銀行 我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我就想說 什麼事情可以讓我真的很開心 那就是帶給別人開心 我可能真的很開心 對 就是我常常做到 很欲阻 我在店裡面 沒有一整天沒有客人 啊 今天要是掛蛋一天 然後想說 到底要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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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就會可能想到 某一次我在店裡的時候 看到客人在 就是旁邊玩遊戲 然後他們的 笑聲 就是 我就會感受到 我做的事情好像有點意義 就是你聽到別人在笑聲 就知道說這個 他原本是不會在這邊笑的 可是 因為他們有了這樣的笑聲 所以你覺得 對 那為什麼想做 我也沒辦法跟你解釋 就是因為我 一個是沒錢 所以我選了一個 風險最低 然後又可以立即有 正向現金流的東西 因為我開下去 我就在固店 今天只要來一點客人 我付完房租多的就是賺的嘛 就是我自己固店 還有多少點薪水 我至少hold得住 對 那其他的部分 就是 跟我自己生長背景有關係 我覺得 開心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很重要 所以我就選了這樣子的一個行業 請問一下 你這樣創業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 你哪天有可能 離開創業這條路 回去 要大的公園 其實我覺得 兩年 到 兩三年以後 有點回不去耶 就是 我之前有實際講過 一年的時候 我還有成績 考慮過 要不要 就是真的收起來 不做了 就是退 撤出 因為真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前五年 至少前 我現在前兩年 都沒有 你講完就好 都沒有 我覺得我自己應有的報仇 就是 就是你合理的 合理的在外面的薪資水平 像我們台大經濟系畢業 因為我的同學有些都年薪百萬了 我就覺得 年薪百萬 我什麼時候年薪百萬 年薪十萬 就不錯了 沒有啦 就是有 當然有年薪十萬 我覺得很辛苦啦 但是你知道那個 那個感覺就是 因為工作就是你從 其實我沒有覺得 創業不是一個工作 它也是一個工作 但是就是它的工作型態實在 跟其他工作型態太不一樣了 就是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其實 沒有人管你 你從來都沒有人告訴你要怎麼做 你所有事情都自己想要怎麼做 然後從來都沒有人跟你說 你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 因為你全部都 有你口袋裡面的錢來決定 你做得好還是不好 就是今天你可能就是 沒有懂飯吃 你就知道你做得不太好 可能要哪裡改善 那如果你今天 真的狀況很不錯 你可能也不會想說 我今天做得很好 你會想說我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得更好 你就永遠都在想這些事情 然後你生活就是 工作工作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創業 完全融合在一起 就是剛剛Edward跟我講 他說一個創業家 他們當員工就是可能這樣子交疊在一起 就是生活跟工作 我們就是重疊在一起 就兩個圓圈碰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那生活形態相差太多了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 弄了兩年 一年可能還好 兩年之後我覺得有點 會 不太能習慣回去的感覺 所以可能這輩子你之後就 好沉重喔這輩子 或是說 或是說 或是說你的員工 他可能哪一天 你為什麼要創業 可能你的考驗 可能你的考驗 我覺得 你的想法可以 我很鼓勵 我很鼓勵 如果我的員工 或是我的夥伴 想要自己跳出來做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生活是 是我覺得大家 這一生都可以 嘗試看看 我覺得每個人心中 可能都有留著這樣的協議 就是想要自己 開拓出一些事情來 不管是大是小 你可能都有一些 自己想做的東西 那其實 這就是某種程度創業 那你就算做個小小的東西 比如說 小時候我們畫畫 就是畫一張圖出來 那也是一種創業 人家畫家 是藝術家 是畫一個很大張圖 你是畫一張小小的小圖畫 但是我覺得 大家都有這個 這個基因 這個血液在奔騰 但是 就是你有沒有把它當成 你的一個生活的方式 如果你把它當成你生活方式 那你可能就會 走不回去 因為那就是一個 很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對 好 如果有興趣 大家以後再找我聊也可以 好